首相安华表示 我国需要重新分配全面津贴的受贿群体 让原有的超级富豪或企业集团也可受贿的补贴 转移到更有需要的B40、M40群体以及小商贩 安华主持了2022年第四次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发文告指出 以国能TNB电费津贴为例 国能拥有将近1000万名消费者 但其中的10% 即包括企业集团在内的100万名消费者 都可享有超过50%的电费补贴 他强调 政府机构必须制定及发展适当的渠道 落实目标群体的补贴 包括考量消费人士与业界的利益 确保这项举措顺利有效 安华还指出 国家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建议从消费层面的干预方式 来解决国内供应不足的问题 因此政府将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中讨论这项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